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张昆这是在干什么 难不成他真要端了这个据点 现在这个局势很不明确 是 你 湊 坏 绝坏 一铭 准备战断 坏 不准备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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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点 救命 救命 来这儿 追 不准备 走 走 展坤 你干的好事啊 我辛辛苦苦经营的 又补据点 全让你给毁了 没成仙 你在说什么呢 是啊 什么诱补据点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 是梅成仙设下的陷阱 专门诱补那些 寻求帮助的军统 还不把人给放了 放了吧 展坤 你所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都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我倒想问问你呢 为什么这一切不提前告诉我 我是通过这里发出的暗号 才知道这里是军统的暗点 行动之前我邀请过你 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提前告诉我们 整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科长 刚才张坤也非常危险 差一点就命丧狙击手枪下 狙击手 我 我 我没有安排狙击手啊 你没有安排狙击手 这么说 这个狙击手另有欺人 是是是 丁处长 马上带领人过去 一定要抓住这个狙击手 是 我们走 立刻通知宪兵队 火速过来增援 是 追 站住 走 把这里围了 等等 这里范围太大了 我们人手不够 如果分散开 可能容易被偷死 是 快点 看来 这里才是真正的军种据点 马上进行包围 把这里的人统统予以剿命 是 是 杀 你为什么阻止我开枪 按照你的举动 我可以随时处决你 无论怎么样 你要警告决定 这本线军队已经包围这里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退路 仅凭敌人的兵力 还不足以包围我 神气枪声 日本仙兵队已经到了 咱们总会这么快的 足迹的形势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宪兵队在这里 已经有助军了 我先不杀你 我们分头突围 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是吗 不 救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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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是一般的敌人 我们这么多兵力 居然到现在 也没有把他们见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对方应该是 重庆那位派来的人 负责清除和重建军统组织 那看来我们还因祸得福了 居然还比了一条大意 走 看清楚 不行 我们的人在里面 走 在这儿 这儿还不及了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 我一定要去救他 你也护好 我先把眼前这些 雄鸡先灭掉 衬啊 真的 整个 大匙 什么 干啥 给 edo 徒 小夏 放手 停止射击 立刻进入仓库进行搜索 你有我的命令 不准开枪 快 组长 我们别包围了 走开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我给你们拼了 走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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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这个人一定要抓狂的 别过来 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生命这么可悔 你何必这么做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 我只不过 是想看看这两个叛徒 丑陋的样子 杜婧云 只要你肯投降 美骨子科长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我 你就是特高科的科长 没错 只要你肯答应投降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 只要你肯投降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我保证一个 真正 金鸟 执迷不悟 竟然想对我开枪 你表现得很好 我会记住你今天晚上的举动 真是可惜了 这个女人掌握的秘密 我们不会再知道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由着她向客长开枪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别吵了 马上安排人员 把这里仔细搜索一遍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疑点 快 你告诉是怎么了 灯辉杀了重庆派爱的负责人 刚才他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坤哥是迫不得已 可是他就在梅谷子的面前看得清 如果不是他 梅谷子早就死了 以为你冷静点 这件事情我们回去以后再说 走 你今天晚上立了这样的功劳 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怎么还满满不乐的 我刚刚亲手杀了自己以前的同事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现在阵营不同 现在这世道 像你这样有良心的人 不多了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没有告诉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我是想去荆野的服装店 看一看美谷子有没有在局那边 听到枪声之后我就赶得过去 没想到会碰到你 幸亏有你 要不然今晚我也难以姓名 你说你对坤哥有怀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重庆派来了除奸小组 组长是我们之前见过的杜静允 坤哥曾给我消息 他今晚会对红运商行的 一个军统联络战进行行动 你明确表示不让我插手 所以你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静允 他提出要去查看 我和他一起 他看到坤哥对联络战一网打尽 要对他采取行动 我阻止了他 却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你们军统内部的事情 我不懂 但是以我的判断来看 坤哥之所以不让你们插手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才阻止了他 没想到却害了他 按理说重庆派来的人 能力应该不弱 你们怎么会被反包围呢 杜静允 杜静允离开租界一段时间 对这里的形势不太了解 以为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从容撤退 没想到 敌人来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然后你还亲眼看到坤哥 开枪杀死了杜静允 这么多事情下来 难免你会对他产生怀疑 不过你要记住 如果他真的叛变 我们早就已经暴露了 我知道我应该相信他 可是 又无法解释我所看到的 我觉得你应该找坤哥 好好谈一谈 问清楚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好 我想办法联系他 好 我想办法联系他 还有 这个地方 是坤哥安排的住处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我们可以重新安排一个住处 不必了 他如果想抓我 早在这里涉服了 是我误会他了 我不应该对他怀疑的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小夏 路上注意安全 走 这么说 昨晚一意 竟然将成庆方面派来的人 一网打尽了 是的 不仅如此 此次行动中 张坤的表现令我刮目相看 如此看来 张坤应该是真心投靠了 军统那个人临死前想要对我开枪 是张坤挡在了我的身前 亲手开枪打死了他 原来是这样 对呀 我准备让张坤担任真基处的副处长 梅成仙担任行动队的队长 大左阁下 您意下如何 我建议你把二人的职务掉坏一下 这样的效果也许会更好 可是 论能力 张坤比梅成仙强很多呀 可梅成仙更好驾驭 我明白了 关于她的母亲 你准备怎么做 释放吧 既然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再继续扣押她母亲 已经没有异议 好吧 你自己决定吧 来 大左阁下 美国子最近脾气收敛了不少 对大左阁下特别客气 是吗 你不觉得 她故意到我这里来炫耀她的功绩吗 最近特高客战功累累 她也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反正我希望她能够这样下去 我也少了很多困扰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 图怀志他们商会的进展 现在大多数的商家 都已经按照政府的要求 悬挂了南京政府的旗帜 这剩下的一些 应该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唐宇那边是什么态度 这个 还没有跟她说呢 图队长 这事儿还是您去办比较合适 你怕得罪她 我可不怕 不过现在还不是通知她的时候 图先生 对了 您有什么打算 等到租界里的商户差不多都按规定 把旗帜挂好了以后 如果她还拒绝的话 那我们刚好借此机会 把码头的控制权给抢回来 没有 又难不认真 还能够伤整个眼镜 嘞 人家可不认真是 太厉害了 啊 我 bardzo感黄 你很累了 现在是你的只是 谢谢我 阿爸 我是设计不出来 阿爸 您这说的什么话 要不是您教我 我哪有这成就 对了 阿爸 昨天木材长的刘老板说 说政府要求所有商户 都必须悬挂南京政府的旗帜 而且租界当局已经同意了 说不遵守规定 就不准营业 这事我知道 如果他们非要这么做 那咱们就关门歇业 好 这是我听您的 刚才我这一路走过来 怎么没看到小夏 上午的时候 彩儿叫小夏出去了 这工坊也没什么事 我就让他俩走了 彩儿现在帮着你六叔做事的 你说他没事老拉了 小夏出去干什么 您就别管了 行 您忙着 我去转一转啊 好 幸好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的话 一敏就危险了 他现在对坤哥有很多疑问 正想办法跟坤哥联系 他现在一个人行动很危险 你还是陪他一起吧 你不是要和六叔去运送药品吗 那也很不安全的 但他的处境比我显得多 我不是还有六叔保护吗 可是一敏 现在被特务和日本人 盯得特别紧 你还是去保护他吧 那你自己要小心 晚上我们在于青坊那边的 住所会合 嗯 我走了 走吧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情 科长 昨天晚上我仔细检查了一下 杜敬云的情况 发现他朝你开枪之前 手枪里没有子弹 这又能说明什么 他把手枪指向您 其实就是球队一死 而张坤 刚好碎了他的心愿 只要你肯投降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代理 我保证你 也许张坤并不知道 枪里没有子弹 可是也不能排除 他是知道的 不是吗 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很重要 我会看着办的 愿意为您小牢 等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马上就要升任真基处的副处长了 恭喜你 北处长 多谢科长再陪 我一定肝脑土地为您效忠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我过来跟你一起 也好有个照应 不用 我没问题 你去陪彩儿吧 他更需要你照顾 是他让我来保护你的 他也很担心你 真的他 替我谢谢他 他一会儿就会过来 你要谢 当面谢他 走吧 走 现任命梅承仙 为上海市市政府 狄特真基处 副处长 张昆 张昆 担任狄特真基处行动队队长 希望以后 你们能够齐心协力 为大东亚共荣 再立新功 好 我知道 您还在为您母亲的事情担忧 可是美姑子不表态 谁也不好开口问他 如果她肯放了我母亲 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得答应 好了 既然任命你为队长 释放你母亲是早晚的事 不过你还是要有些耐心 你越是着急 美国死或许越不答应 说的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 跟在你身边的人给撤掉了 也说明美不子科长 对你的信比以前要好得多 别动 你注意看包子铺周边的几个人 有人在监视我 你不要露面 老爷 把暗号告诉我 我去里面买包子 好 你好 老板 你好 给我来六个包子 三婚三素 千万别搞错了 稍等 马上给定 都小心一点啊 放这儿 都小心点啊 慢点啊 彩儿 来 定给我到那边 我有话跟你说 朱先生说 这批货预完以后 转移物资的事先停一下 这是 这是为什么 最近特务和小日本 监视得非常紧 频繁活动的话 筹集药皮的人会暴露的 好的 我明白 你回去以后 找机会跟你阿爸说说 如果余颜宝他们 去家理厂要求悬馆 南京政府旗帜的话 别跟他们置气 弄不好这件事啊 连码头都会被他们抢去的 好 我会劝劝他 不过你也知道 阿爸最在意的 就是改名字这种事 真的很难束缚他 你回去 跟月儿说 如果余颜宝回来的话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立即赶回去 好的 我跟大嫂说 好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好 路上小心点 好的 我先走了 好 去吧 这个给我 小心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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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 嗯 真的要谢谢您 通您的福 我还能为我母亲尽点孝心 你我之间 就不必这么客气了 老是这么说话 岂不是显得很生分 走 那我跟您说话 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当然 有话直说 不要存什么顾虑 美谷子任命 梅城先为副处长 这件事情摆明了 就是给您难堪 难道您就没有什么 担心或顾虑吗 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低头啊 按理说 任机处就没有副处长 这个编制 可是南京那边 答应了美谷子的要求 我还能说什么 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提醒你 梅城先没有当这个副处长 也许对您这个位置 还没有什么觊觎之心 可现在 他离你这个位置 只有半步之遥 保不及他会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倒不怎么担心 他在南京那边没根没底 就算有这个想法 那也是痴心妄想 梅城先这个人 最擅长的就是经营关系 再加上美谷子和景川 如果一直力挺的话 这难免南京方面 会有所动摇 到时候 给你来一个名声暗将 把你调到南京任职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说得倒也是 要是没有了实权 回到南京充其量 也就是个政府官员 所以这件事情 处长要早做打算 坤哥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行事所迫 不得不委 你对他还是有疑虑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确实心中有所顾虑 彩儿来了 怎么样 事情办得顺利吗 挺顺利的 药品都已经在船上了 那就好 不然我还担心你呢 你们联系上坤哥了吗 已经联系上了 但是英明对坤哥还有所顾虑 今天晚上我约了张坤 在药店仓库阁楼见面 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我正好有好多话要跟他说 可能会有危险 你们不必牵扯进来 我已经把坤哥 当成是自己的亲人 为他涉险是应该的 没错 一起去吧 三个人在一起 即使有了危险 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科长 多谢您的在配 我一定全力为您效劳 只要你珍惜效命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科长 之前我还对您有所保留 现在我就可以全盘脱出了 又我没成现在 军统在上海就不可能东山再起 你还有这样的脑力 丁处长他们离开军统体系 已经很长时间了 留在重庆的几个内线 也都已经被清除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知道军统上层很多的秘密 只要给我充足的资金 我就可以搞到很多的情报资源 别说是上海 就是全国的军统体系 我也可以给予他们重创 你倒说说看 如何让全国的军统 遭到重创 这 科长 这个需要时机 需要成熟的机会 净花水月的东西 就不要在我面前提及了 我要的是真真实实的结果 不过 我倒是对那条漏网的大鱼 很感兴趣 您是指 一鸣 就是张坤之前的搭档 只要抓住一鸣 就能知道张坤现在真实的想法 而且还能掌握重庆方面的重建计划 其实一鸣的级别很低 你不需要在他身上这么大费主张的 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请科长撕脚 就是说得多做得少 眼高手离背人嫌 我要的是结果 不是听你在这儿跟我讨论 是 科长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抓捕一鸣 不辜负您的栽培 继续 俩的茶匙 好的 好 京处长 我正要找你呢 跟你说一声 我有事出去一趟 行啊 我安排两个兄弟 跟你一块儿去 不用了吧 一点私事 跟你说实话 美姑子科长有吩咐 这个时候绝不允许 你一个人单独去办事 说是 怕你有危险 实际上就是对我不放心 是啊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不松口 我也不好办 是不是连门口的警卫 也接到通知 绝对不允许我一个人出去啊 是 除非有我的命令 但是若是被美姑子知道的话 行了 也不为难你了 这样 你就安排你的手下 跟我一块儿出去 我有些线索 需要收网 行 这个好办 我马上来安排 你们去给我盯着张坤 看看他到底去了哪儿 是是 是 是 原来你们之前的一些行动 就是在这里策划的 是啊 这个地方还是张坤提供的 我知道 这里原来是坤哥家药房存放货物的地方 小时候 坤哥常带我来这儿玩 如果不是日本人打进来 你现在应该是张家的媳妇了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假设的 假如上海没有沦陷 你现在嫁给某个富翁做太太 又说不定呢 有个记者做夫人 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哦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我的家人都还活着 我也不会来到上海 也不会认识你们 所有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我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坤哥不要改变初衷 如果他真的叛变了祖旨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你不是约了他吗 你不是约了他吗 只要他过来 你就可以当面问他 不过我相信 坤哥是一定不会投靠日本人的 没错 这点上面 我和彩儿的想法是一致的 你不认识